马来西亚榴莲出口中国一点都不难 今天让我来为你解释 第一,出口中国的榴莲园必须要有GAP认证 第二,出口中国的榴莲呢 必须要在零下80度至110度之间 冷冻不少过一个小时 然后在零下18度内储存和运输 冷冻加工厂也必须要有GMP认证 第三,每一颗榴莲都必须是真空包装 和贴上正规的溯源码 您知道吗 不符合中国进口要求的榴莲呢 都可能会被海关冲攻或者退回 在2019年 马来西亚的榴莲出口中国高达7700吨 总价值6700万美元 而且中国对马来西亚的榴莲的需求 也一直不断地在增加 在来临的1月21号下午2点 我们将会举办一个免费的线上研讨会 到时候我们会详细地为您解释 马来西亚榴莲出口中国的程序和规范 名额有限 马上点击以下的链接进行录册 我们到时候见 马来西亚出口中国的道路并不难 让我们来帮你扫走编网路 我们到时候见到 优优独播剧场上 我们到时候见到 未经许多电话 我们平时期许多电话